包括唐聯秘書長周永康 常務秘書鍾耀華 以及常委羅冠聰 周永康說會帶同事民爭取普選簽名的華雅去到北京 希望會見總理李克強直接表達訴求 最直接大家希望見到的北京當局的官員 當然是李克強 大家一開始講過的李克強總理 甚至是其他人大常委的代表 這必然是因為這個架構去負責處理831的決議 其實你說去到他們的辦事處 其實他們會接見當時才知道的事情 這個絕對不是拜拜姿態 如果純粹是拜拜姿態 那麼雨傘運動也是拜拜姿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香港人政政要表達他的不滿 周永康說三個代表都有有效的回鄉症 但是沒有辦法預料北京和入境處會怎樣處理 認為沒有理由入不了境 又說預計會被檢控 被捕要入獄覺得承受得到 他說如果沒有辦法入境 顯示北京不願意和港人對話 相信香港人在本地的抗爭會越來越撤裂 無線電視機者